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日长 现在打本事真的很严手 讲你少不说,还特别多混子 进来就点个跟随 然后啥事都不做 全程混到尾都不用带枪打 我们还不敢说怕他跟队长认识 队长想踢你就踢你,不需要理由 就算你百分百输出 想要踢你还是跑不掉 很多人会说这本又不难 人家是萌新,会问怎么啦 我不是讨厌这种输出低的 而是什么事情都不做 上来就知道点跟随,然后双手离开键盘 这种大部分是小号或者工作室 市场上物价暴跌,就是他们搞了 因为没什么成本,也不需要多少时间 每天就混本摸摸车 就能赚三四万金币,何乐而不为 建议策略往上下踢人系统 别老是一家独大,队长说一就是一 而是根据实际情况 要是队长混本,我们也可以踢 刚刚都没有发现 这个叫做迪哥的 不仅仅混,还在世界吹皮水 我们辛苦打着本,他在闲聊 不看见还好,眼不见心不防 一看到他的故意混本我就更难受了 一边吐槽游戏科金 一边不努力提升战力 怎么说也是满击王家 还只有一万战力真是捞的一匹 好歹也弄个三万战力吧 再不计两万五总没问题吧 本来以为骂了他一顿 他会知道收敛一点 没想直接把我无视啊 正在在世界上吹 我要是队长早踢到八百遍了 可惜我不是队长只能无能狂怒 打到最后队长还是没有踢的吧 可能是我小鹿机场嘛 一点小事就精力计较 黎明这游戏你说他干嘛 他一点都不干就是活动太防忍 七点半晚会直到九点 有三个活动需要一个半钟 但其实做起来也没那么久 最主要就是进阁时间太长了 这段时间我又刚好吃饭 还得掐着点上线 好多人时间都不够 活动能挂机就挂机 不能挂机就打一枪 像我这把涂鸭邀请上 我家挂机两个 他们也挂机两个 我也能理解没有怪他们 毕竟这么多活动能挂机也算可以了 好多人都懒得参加了 建议策划可以适当商处点 要么就弄成全天任务 也整个实现来恶心了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